对对对 就是他 是他是他 现在这个事闹成这个样了 你怎么给我负责啊 怎么负责你说 这么多人 必须给你说话 今天就解决 别想护动我们 大家伤害勿造 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 好好解决这件事情的 一定 你怎么解决 你怎么解决 咱们不要请他的 之前就不应该相信他 要不现在 也不会有这么大的麻烦 就是 那个时候 你派着胸脖打包票的 现在呢 你怎么不说话呢 这事很简单 这事解决不了 我们一个个的 都别想离开这儿 谁都别得走 你快去解决 你快去解决 赶紧给我解决 你干什么 怎么的你 那不是我 你要干什么 各位 工地的事情 品尚已经在认真调查了 因为我们在管理上的疏漏 所以给大家造成了困扰 我在这里 向大家鞠躬道歉 我向大家保证 我陆岑阳 就算是倾家荡产 也绝对不会让大家 辛苦了一辈子的职望 有任何损失 我希望大家 在真相大白之前 能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醒来 你别在这儿跟他一唱一鹤的 又忽悠我们了 一套套的干什么呀 现在 立刻 马上给我们解决方案 赶紧吧 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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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从区政府回来 我相信 很快会调派复合组 对项目进行审核 大家再耐心等几天 事情一定会圆满地解决的 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现在就说 这事你去做 没问题 把他留下来 对 把他留下来听着啊 要不你把这警戒线给我撤了 我还能给你快些几天 既然你们听不进去我说的话 不然 我们走 别走 你把他留你 放手 放手 回来 别吹了 我回来 你不能走 别打人 你还去打人 是吗 打我 你走 打人了你 走 走 太过分了 简安你怎么样 我没事 我没事 现在你们满意了吗 如果陆总出事 这件事情只会变得更复杂 我们只是请大家宽容我们几天 就这点信任和耐心都给不了吗 那来啊 打死我们好了 看看事情能不能解决 我们走 太过分了 这人跟人家走 别让他走 你怎么说什么 妈 你提拔秦巡做执行总裁了 一个做咖啡调酒的 他懂业务吗 懂对付陆岑阳就行 凭点小聪明 恐怕还不够啊 你应该比我更早了解秦巡的真实身份 一个被陆明宇精心培育 并且把公司都交给他的养子 一个被陆明宇抛弃多年 不管不顾的亲生儿子 这世界上 有谁比他们两个人的立场更对立 妈 就算那个秦巡啊 有点小聪明 但说到底 他是陆明宇的亲生儿子啊 那怎么能来立法认识啊 我没老糊涂 等到我们把陆岑阳彻底打败 给他一点甜头 把品上交给秦巡 这样既能不被他撤肘 还能跟他深入捆绑 防备陆岑再攻击 就算将来陆岑阳有再大的本事 阻碍一华上市 秦巡这张牌 依旧可以让他忌惮 只要陆岑阳一天念着陆明宇的好 秦巡就能让他束手束脚 所以在此之前 我们给他再大的奖励 也是值得的 更何况 他们两个都在乎不然 妈 你这个计谋确实高明 但是给秦巡会不会太多了 这个位置 本来是给子贺的 对于一个不听话 又没有能力的孙子 这才小小的一点惩罚 你们有再多的不情愿 都给我忍着 不许插手 更不许找不然的麻烦 影响到秦巡 要是子贺在一家什么都继承不到 我一定跟你离婚 我求是不得了 我求是不得了 师父 我问一下 品上的那个女设计师是不是来过了 也来了有什么用啊 问题没解决 被打得头破血流走了 你们 你们就算是再着急 也不能动手伤人哪 残阳可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 你们怎么下得去手啊你们 那也是她欺骗我们在先呀 我这次还是轻的 下次我不会这么轻巧 王阿姨 陆总受伤了 他为了护着小人 被锄头砸了头 他们现在在哪儿 往那边去了 我这也是 我也不是说不议的 你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